佛光照大地 伐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心日前北市 南区佛光人发起了千人彩绘灯笼 从家庭一直到校园洗手 完成了一千两百件的灯笼 来向佛陀祈福祝导 点亮每个人的新灯 来为社会缔造光明与希望 佛光灯 我们不仅了解到中华的文化 灯一种祈福的一种意义 手拿灯笼形成助导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北市南区佛光人集体创作 透过一千两百件灯笼彩绘 在浦门寺展开祈福 离请佛光山退居和尚 新陪和尚主法 祈愿社会国泰民安 千人灯笼彩绘 将近一千两百件 在这里举行献灯祈福 希望每个人 借了这盏灯能够心地光明 登登相续 喜欢绘画的同学 一起参与这个绘画活动 那他们用他们的方式 用年轻人的角度 来画这样的灯笼 佛光人俘佑希老 从家庭到校园洗手 发挥创意 每盏灯笼点亮每一份 善美好因缘 实践人间佛教三口四给 为社会缔造光明与希望 那这位是台北综合报导 这位是台北综合 这位是台北综合